傳統市場出入口多 在過去要掃描簡訊時連制的期間 市場不是減少出入口 就是要增派人力 而現在取消了這項規定 準備由台灣社交距離APP來接棒 只要探上與民眾都下載 就能安心逛市場 更輕鬆的做法 也讓民眾更願意來買菜 會比較方便 就照政府的政策走 覺得很好 不然有人會比較沒力量 對啊 如果你要再進來 就比較怕麻煩 現在比較輕鬆 比較沒力量 對 現在比較輕鬆 我們穿你也會有影響 有比較好使用 新規定上路 有些民眾還不適應 覺得不掃碼就有怪怪的 而業用民眾認為 現在本土疫情升溫 不用時間制 反而更能快點買完菜回家 減少接觸風險 這樣比較方便 不過說疫情比較重 會怕就好 會怕就好 最後麻煩用在這裡更好 現在不用掃十點資料 你剛才不會灌錢 比較有什麼不灌錢 這樣是比較早 比較緊要買東西 買東西要買回家 金發局除了會持續派員 到爭吵較多的市場 加強防疫進行清銷 也提醒民眾不要邊走邊吃 要戴好口罩 更鼓勵灘商與民眾 盡快安裝台灣社交距離APP 讓監測效果更加明顯 另外我們自治會這邊還有我們 金發局市管處也會協調我們的管理員 去一攤一攤協助他們 把它安裝起來 那除了攤商自己在使用以外 我們希望攤商也幫我們擴大宣導 到其他的親友或其他的消費者 讓整體台灣大家使用這個APP 更普及大家更安全 簡訊十點制取消 由台灣社交距離APP預備接棒 在讓民眾外出更輕鬆的同時 金發局也希望大家都盡快安裝APP 讓防疫成效最大化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